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魏泽西21岁 他在知乎上发出来 就说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 现在被认为是百度 百度当时根本不知道有多么邪恶 你看他红笔圈出来的 在上面第一条就是某武警医院的生物免疫疗法 DCCIK 这是一家三甲医院 这是在门诊 他说查了一下这个医生 这个上过中央台 然后呢 这几个符号 百度三甲医院 中央台斯坦福的技术 这些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几个月就转移到费了 这个魏泽西啊 已经这个离世了 这就是这家医院啊 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 把这个科室给莆田系的承包出去了啊 再看下边 你看这就是人们这几天议论纷纷的百度的竞价排名 你注意我注意这个字眼啊 叫百度推广 这个品牌推广 你看都叫这个推广 据说呢 这个推广就算声明啊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这个开头的魏泽西事件的这个知乎上的那个转发的文章啊 呃 出来之后呢 有过当天有过一段时间 据说有几个小时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这个图号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民都很熟悉的啊 但是现在这是个罗生门 就是说到底是谁删了这几个小时的铁 不知道是百度呢 还是莆田系呢 还是某方面呢 不知道 哎 现在就是你看我就说人们就说在百度 百度现在已经把莆田系的那些搜索 哗哗哗哗全删光了啊 但是呢 架不住网友截屏啊 截屏留下的这种 你看皮肤科医院指定推广 你注意这个字没有 推广 这个推广啊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Google 人们就现在把这个赶出中国的 被赶出中国的谷歌的这个药品搜索的 这个广告 你看啊 谷歌明显著名AD AD 打了AD的 这个就给这个搜索用户表明 这个就是广告性质的啊 好 两位谈谈吧 我都觉得 一时间好像有很多话要讲 有一时间 就真的不知道从哪说好 就是这个竞价 还有你看到刚才 那个AD啊 他其实区别还是蛮明显 因为推广 其实我如果做一个外行 我不太知道那什么东西 我以为他就是帮助你去推广 不是说是广告 那么直接标明是广告 而就是Google那边呢 他如果帮你推一个东西啊 就是第一 他是不帮你推的 而且他防止你利用他的技术缺陷来把你的东西就是排名往上 他有一套这个算法 非常就是很复杂 就一个算法 那么你有可能呢 利用他的技术漏洞 你突然黑了他 然后把你自己排名给就是你给提高 是有可能 但是你马上被发现就会被刷下来 永远也不能上 他是这样的 他是不收钱直接帮你做这种软门广告 他不会做的 但是他会就是注明有广告 那么广告这个字是很技术的 你要怎么打 多大能让人看得见 我有个朋友是在一个外国的就是电视台 就是他做新闻的嘛 就他跟我讲说他们要去做广告 30秒以内的广告 我就纯广告 30秒以内是不会来注明这个是广告 因为就你一看知道是广告 超过30秒钟的 因为很长了嘛 那就有人会想这到底是广告还是真的什么的 超过30秒就一定要注明是广告了 要有非常醒目的字体去注明 就说你要主动提示别人是广告是一件很技术 现在有一个焦点问题 就是这个搜索引擎 百度的这个竞价排名 他到底是不是广告 就是百度到底是一家广告公司 还不是 还是这个互联网公司 我看有人说谷歌 他就已经说谷歌是一家广告公司了嘛 因为确实他的收入很多是来自于广告 但百度是不是呢 据说我看到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就有人讲说他曾经有人去告他 就是说就是恶意广告 就那种广告就不真实什么 但是就是官方的就处理广告 这个地方的官方就后来判决他不是广告 就是百度的上面任何推广不是广告 有一个有一个法律界的人士啊 列了一长串 原来这种官司啊 百度啊 无日无之 但是呢 各地的法院呢 就是在有些个案下 他判定百度应该和这个广告主 共同承担责任 在又有比如说一个美容院的一个什么什么 但在另外有的案例里呢 又说百度只是一个搜索引擎 他呢 不需要为这个虚假的负责任 所以呢 这现在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我我用百度呢 一直把它当作新华字典这样用 我非常相信他 太抬决了 我就是一直是什么事情搞不懂 就查那个百度知道 什么东西都收 因为在内地好像谷歌都不大能用嘛 在在香港可以查Google 对不对 不是不大能用 是大不能用 大不能用 但这次他们据说有个比较 比较了谷歌跟这个百度的广告 就是就是商业投入的广告 结果呢 发现他们在什么金属啊 交通啊 还有其他的很多行业里边 他们差不多的 就是说他的收入差不多 但是在有一些领域啊 就是百度就高出谷歌很多倍 什么呢 就是医疗 医疗器件 还特别是软医疗 所谓软医疗就是 整容啊 皮肤病 性病 就是整容啊 怎么怎么 玛丽啊 就是你看 就是玛丽苏的那些东西 这个 这种统计 我觉得说明一些问题 就是说硬的东西 大家投上去 给两家差不多 为什么 这些软的 软医疗 他的这些东西 特别倾向于去百度呢 但是谷歌也曾经帮 我就我看到有个帖子 就说谷歌也曾经帮 帮人卖过假药的 当时那个 就是那个联邦调查局啊 美国联邦调查局 找了一个托 就叫什么 钓鱼执法 就叫那个托去找谷歌 做虚假广告 这事我也知道 那个人本身 那不是 那就是个骗子 那就是个骗子 但是 但是这个骗子 就按照他这个罪啊 你看美国卖假药这个罪啊 这盼子恨不能判 他999年的行 最后是跟美国的执法当局 他达成交易 就是说 这个历史上 这种互联网网站 最大的一次钓鱼执法 就是让这个哥们 就是说你 我可以判你几年 但是呢 你给我把这个 Google给他下套 就是然后 他就跟Google的人员 怎么怎么着 你给我打广告 绕过Google的这些规避 最后把Google拿下 罚款5亿美元 所以你们现在讲的 这个事情呢 有官方面听的 就真是开心啊 就是Google 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百度 他曾经有 是非常好的 又可靠啊 不是啊 问题都有 美国也有苍蝇啊 不是不是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你比如现在 最新的消息是 派了调查组 到了这个Google啊 我有一个感觉 到了百度 对 对 在这儿闹晕 有点这个啊 Google应该是中央情报局 不是 联邦调查 中纪委直接进入Google 对了 Google啊 其实那边派个调查组 说不定也好 对吧 好 这个 假如我是个老中医 就原来普田系 电影杆上的老中医的话 我会说 哎 这是吸医的方法 所谓吸医 因为老中医一直就说 吸医是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嘛 那么就是哎 你看大家现在骂百度了啊 就就百度 好 就弄他百度 当然吸医很有效 对吧 你真是肚子疼得不得了 你还是得找吸医 过篮尾 对吧 好 我觉得这很好 但是呢 就是 我是个草民 我这个一个建议啊 那 这个 给这个武警第二医院 是不是也应该派个调查组了 给武警第二医院 三甲医院资质的 是不是派个调查组了 让这个莆田系 大行其道登堂入室的 是不是 莆田系 从电线杆的 那个小广告 是吧 鸟枪换炮 变成公立医院的 科室了 变成部队民警 这个武警医院的科室了 电线杆变成百度搜索引擎了 那他这个完成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那是怎么完成的呢 对 所以有人就说 这次要刮骨疗肚吗 但你这根骨头 这个骨能刮到多深呢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 就是说跟 我希望它跟过去的 很多次事件不一样 不是咱们讲完就忘了 但是我这次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根据 但是我自己的一种直觉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 具备革命的气息 因为我觉得在街上 就是几个街角的电视 全部在演这件事情 我在电梯里听到 所有的人在谈这种事情 如果还不刮不到骨 我不知道 过一阵 又有别的事情出现了 我觉得这次可能得来点动静 因为你看 这个在近些年的历史上 有几个人的不幸啊 酿成了国家的改变 比方说这个 我记得我做过的 这个孙志刚事件 对吧 他带来了一个 很大法律上的一个改变 包括这个有些 你像那个胡歌吉乐图啊 什么就等等 当然这两个跟这个魏泽西事件 他性质上和形式上 都完全不一样啊 儿童校车的事情 引起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这是就是 我们期待有一个改变 但是呢 我一半同意你 我一半同意徐老师 还有一些更深的原因 我又认为啊 很难改变 而且甚至我已经看到 不可阻止的大势所趋 党都挡不住的潮流 你等我广告之后跟你讲 党都挡不住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一半都挡不住的潮流 我一半都挡不住的潮流 你这边就会有一个改变 我一半都挡不住的潮流 你看咱们总说碰见事往前看 我觉得往前看 其实什么也看不见 一片茫茫的都不见 无门 只像谁边 毛主席他都看不见前面 所以实际上 但是有时候释迦牟尼 他告诉我们了 不用看前面 你们折腾来折腾去 叫轮回 都是那么回事 你不如往回看看 马克思说螺旋是上升 你得上升 你不能老轮回 我就现在觉得 往前看我是看不见什么 但是我往后看 我就觉得 你得活到我这个岁数 你才对于广告 为什么我说 他一半能变 还有一半变不了 简直是大势所趋 我看到了一个趋势 就是你知道 有时候我心里 就站在这种保守派的立场上讲 我就想这个 呐喊 就还我一个清明世界 还我一个清白世界 一切本来都是清清楚楚 一切本来都是一清二白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我的眼球变浑浊了 还是世界变浑浊了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就二十年前 我们在香港 受的是香港电检条例的约束 那个时候啊 我得到的关于广告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些界限 比方说 片头放完了 节目以内 那是观众的利益 不允许任何什么植物 这罐也挺好 谢谢啊 你又看时代变化了吧 007里边的那些车 忘了 对 就是原来香港 就是你知道 你活在一个很简单的世界里 但这个 播完了电视剧之间 这个广告时段 放的就是广告 然后呢 你不允许 你在这个节目以内啊 你在节目以内 就相当于你在报纸正文以内 那是政府要保障的观众利益 公共利益 你这么干就没法 不允许这么弄 后来香港那边电视台 我记得有的 还弄了一个 也算软性的 说15分钟拍一个介绍 什么楼盘的那个 好 这叫15分钟广告杂志 就是说的非常清楚 这个就是一个广告节目 说的非常清楚 甚至于啊 我前几天我在香港 看这个卖房子的 我看这个海报 我觉得是房地产商 我就说有君子之风 为什么你看香港 卖房子个大海报 底下写的非常清楚啊 说这个海报的图片呢 是电脑合成 真的楼啊 还没盖成 如果这个图片 和这个将来盖成的楼之间 有差别 我现在要告诉你 它可能不一样 那都是因为 出了这样的事情 被人追究以后 补家的 现在有的法律的追进 开始就是出现那种情况 你说的对了吧 后来哪个房地产商 是君子呢 这个话是政府让他写的 是标准的提文 肌炎有害健康 那些都是让他写的 好 你看了吧 就是说 我就说 我渐渐看到这些年 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广告的手段 发生变化 我现在发现 这个广告商啊 你看 他们就在争论这个问题 说这北京有个 什么互联网管理方法 有个什么什么 出台没出台的吧 主要就是在说 你啊 搜索引擎 你弄这个玩意儿 反正你是收钱的吧 你甭管你百度 你说 我不是仅仅受 这个收费的这个影响 决定排名 那你还是受收费的影响吧 对吧 那这个东西就要 可识别 我对这个深有感触 因为我现在接触到的 做广告的人呢 他的心思就希望 不可识别 他的一切的这个骗子 就希望鱼目混珠 我说我看到的这个浩浩商商的历史潮流 就是一切经常 这个这个媒体出来的东西啊 鱼目混珠 你甚至我把这个话题再往远一步 我现在分不清一个新闻客户端 他发出来的新闻 到底是某个机构的公关软文 还是新闻 他以新闻的面目发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 这个什么的过去老爱说什么 马丁路德金 I have a dream 什么我有一个梦想 我现在改了 我现在就是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噩梦 我就怕呀 有一天起来 所有的媒体 播放的内容 不管是新闻 还是节目 全都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广告 或者变相广告 到那个时候 我就跟你说 金钱权利的这个渔民 这个殖民的 对我们的殖民呢 就算大功告成 我们就是彻底奴隶 你知道为什么 这样的时代有过 所有东西都是广告 广告现在特定指着是商业广告 其实过去广告就是广而告之 所以政治广告其实也是广告 那个时候全中国到处的大小的喇叭 讲的其实都是广告 现在的用词 中文的用词 瞄在一个广告 跟一个新闻 你说它应该不同吧 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宣传 咱这个有历史教训吧 但是我要不是我发现 螺旋是上升的 某种轮 释迦牟尼这轮回 你看十年浩劫的时候 是政治让媒体说假话 骗人 今天呢 政治让出了一些空间了 好 金钱 让媒体说假话 变着法子 这个骗 就是说白了 你不就是穿着明卖装糊涂吗 什么推广 你明明知道 它是怎么回事吗 对吗 其实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呢 内容卖不出钱来了 就过去呢 比如说你订 你订一份杂志 或者你收看一个什么电视频道 你会去付费 你想付费看内容 在今天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内容 你是 你要求说 我不想付费看了 你如果只是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传媒 你说我只集中精力 我做好的内容 我做的特别特别好 你赚不了钱 你很快就死掉 真的 所以呢 你要基于说 内容是免费的 那么怎么样能赚钱呢 你不做软文能干嘛 一定会逼到这条路上去 本来呢 我做一个产品 有人买这个产品 我就赚钱 现在呢 就这个产品本身 要是广告 要嵌入你的生活 我现在的那些 那些自媒体啊 那些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真的 这广告写得真好 这广告写得真好 对不对 讲旅行 不能住差的旅馆 那这个 我一看这个标题 我也很喜欢看 讲了很多住差的旅馆以后 整个旅行很糟糕 我一路看了都很有同感 对不对 但是 谢谢 谢谢 都出现了一个 订旅馆的网站 对 他不自觉的时候 就 所以下面有人就夸他 说写得真好啊 一点都看不出是广告 不知道什么时候 蹦出来的 你看现在变成一盟艺术 所以我就说 自你那边而观之 就说这事国家肯定很重视 一定会带来一些改变 但是自咱 我说的这边来观之 我又觉得你得看到啊 现在这个是不是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关系 还是就说跟什么有关系啊 我觉得现在做广告的也越来越惊了 越来越像骗子了 不是 就是咱就比如说 过去一个广告导演 就像电影导演一样 他告诉你我是骗你 然后看看能不能感染你 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啊 鱼目混珠 骗子就喜欢你 不知道我是广告 你这不就是 哎 甚至于 我就说 他这个 你现在看 我现在真正觉得 那些新闻 是真的吗 还是代表谁 就你不得那些企业 包括你像删帖公司 对吧 他黑你这个公司啊 然后你找我 我再给你删帖啊 你所有的 你甚至就是说 一个企业 他现在不大愿意给你冠名广告 这个就大家都知道是广告吗 我跟你说 他恨不能 就是说 哎 都能 我给你几十万 你知道我真的碰见过 哎 要不说凤凰 我就说这个节草 我不说 谁知道 你知道吗 说给我几十万 几十万干什么 就你啊 你只要在某一天 不用说我这个企业的名字 品牌都不用你 你看现在的高端的 你说呀 我的一种理念 比如说贵族血统 精工制造 你们就谈这个话题 好吧 你谈这个话题 因为那天正好是我要举行一个论坛 然后呢 你说这样 弄 我这么干了 没有人知道 当然我 你干一次不会有人知道 干十次 观众就不看了 不不不 还是看 以后再投吧 以后再投吧 我们还是干 不是 我也不能把话说满了 我 我只能说我 到现在我还没有干 以后干不干了 要要要看看这个各方面的我的经济情况 不是 看看凤凰的工资 能不能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啊 我觉得你说的这样一个趋势 就是说以后越来越分不清楚啊 这个信息和广告嘛 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说将来人们的意见会越来越分化 其实跟这个是有关联的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去看那个 我基本上相信他不会跟我做广告的人 对吧 那所以你将来越来越多的 不是看一个大的平台 一个富王卫视 或者一个中央台 你可能看我看多温涛 我看徐老师 这样跟 所以将来会导致什么呢 人们的意见越来越分化 我只是吸收我那一部分的 所以 广告商呢 这方面的动机呢 我觉得更明显了 他针对特定人群 我本来投给你一个报纸 投给一个电视台 现在我就投给周一军 他专门讲英国的事情 那么我们卖英国货 对不对 你们还是少讲两句 现在把时间留给广告 强强三天行 广告 时候见 还有谁 普天系是不是也得说说 其实这个事情真的 我是学到三样东西 第一个我知道 有三类医药 对不对 这是第三类 这一类是安全的 又没有伦理问题的 第二类是 有效安全 但是有伦理问题的 现在他用的这个方法 是第三类 是有伦理问题的 第二呢 我们刚才讲了半天的 这个广告道德的问题 还有第三个 我也很有兴趣 就是说 原来普天系 民营医院 势力这么大 这是这样 而且好像他们又很惨 又是听上来 他们都是软 软医学 那这个整个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事情 客观上是对公家医院 是有好处的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中国现在的医疗的问题 这么大 民营医院都是在 莆田系的控制下 莆田系又是这么不讲道德 照理说 这个是给公家医院称 我看网友 看了消息以后就说 好吧 我们对莆田系不相信 那么我们又得 靠票贩子去排队去了 所以这个问题 还有第三层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医疗事业 公家跟民营之间的 竞争关系 到底怎么样的 为什么民营 只能靠 这个什么 弄虚作假 这种假广告 来维持生存 难道中国的医疗 公家有很多问题 民营就这么没出息吗 这次的事情 最早是有两个女的 媒体人给爆出来 他们在微信公众号上 后来就发现 就是媒体人 虽然很多地方 队伍散了 就人心还在 前仆后继的就开始挖 就挖出好多 就是一是关于 莆田系的医院 就你所在的城市里面 有多少个 因为其实我们也分不清楚 谁知道谁是莆田系 他又不挂在上面 第二就是说 挖出来那些 就是莆田系的 怎么给领导去送东西 有一张什么这个礼单 送了多少 你觉得这些都是 记者自发的行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是你可以看到 前不后继 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这也是我认为 这次事件 具有革命气息的原因之一 对 还有一个就是 你像那个谷歌说 他的口号叫 那个不作恶吗 这个我不管他 做不做 但是这句话说出来 里面还有一个承担 就是我知道我的作用 很很重大很重大 如果我作恶会害很多人 你像那个百度 我觉得你卖个眼镜 你卖个杯子 其实也不会死人 也就算了 就说就说实话 医疗 对吧 你咳个鼻子 咳个瘤都分分钟死人的事情 医疗的利润最大 医疗的利润最大 不是 现在很多人讲啊 就说这个百度啊 所以你还得定位 就是他违反不违反广告法规 但是他恰恰是 我们目前的广告管理法规当中 有一个灰色地带可供利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也有些人说 干嘛板子都打在百度身上 说百度就是吃相难看 那个言外之意就是说 假如他也 你也找不出 他违反法律的地方呢 那就是法律的问题了 我觉得他打广告可以 但是他不应该收钱 来改这个排名表 凡是排名表 这种统计的东西 必须有公信力 这种东西 你不能收钱来排 你说你打上去 这个是一个欺骗 对还有 就是还有一个 收了钱打改排名表 这个是欺骗 未来什么公司 可能都是互联网公司了 我在想 现在的互联网公司 你变成了 主要是广告公司 对吧 你在看那个Facebook那些 他将来不是公布 一个十年计划吗 就什么事情 都跟他都有关系了 将来我们的生活 什么东西 都是互联网公司管着 所以我就是 你的法律 我就是跟你讲 我觉得今天就像 喜欢说跨界 界限正在消失 就像诺贝尔 这样颁奖 给阿赖克写耶卑奇 就是说文学 与新闻之间的界限 也在模糊 这是好事 很多事情 你应该看广告 和什么的界限 都在模糊 但是良心不能消失吧 可是我很讨厌 这种社会 广告跟统计数据的界限 不能消失 对 我觉得 要是这样的话 消失的话 那个我们没有一个客观的 一个数字的东西 来衡量社会 这个非常可怕 而且你看 莆田系 你其实也会看到 中国改革开放的 一代历程 有原罪的 当年的江湖优衣 是吧 能把那个打假第一人 往海 派五个人 找这个莆田系 这医生医治 这五个人医治 说你是尖锐石油 你是临病 你没毒 这个吓坏了 以为真的是 最后发现 全没病 跟你说成有病 你知道我一听到 莆田想到什么 以前莆田很有名的 出了一个原因 叫李庆林 在1972年 给毛泽东写信 改变了所有 知青的命运 莆田是一个 特别穷的一个标志 但是现在莆田 挣了钱 他搞一些 高大上的医院 那绝对经得起 国际标准 但是收费也贵 他开始洗白 他往那个方向